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活躍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風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歡迎 晚安 所有喜歡求知欲的好朋友們 準時光臨 全民心風略 夏天就要到了 這時候就有來一個叫做暑假的東西 放完暑假之後就開學了 不好意思 這個開學對很多人來說 是家裡面準小醫生要上學的人 你的小孩他的上學會不會聽得懂 老師說的話 會不會懂得守秩序 專注力夠不夠 能不能跟同學們自然互動相處呢 如何讓家長和小孩的第一次入學 就上手了 今天是加油小醫生的 爸媽小學堂 大家一起來做做 入學前的刑檢準備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介紹第一位 大翻身小醫生的爸爸 高山峰 你好 誰好 誰好 生小醫的媽媽 王湘涵 你好 就要生小醫的另外一個媽媽 王婉飛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已經是小醫生的媽媽 童家瑀 你好 大家好 小醫生的爸爸王偉遠 大家好 你好 也是小醫生的爸爸 好 好 好 先歡迎本館 最華麗圖書館的 最精采的 研究員 蔡上華 大家好 我是研究員蔡上華 今天爸媽小 食堂特企又來啦 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我們的製作得菜搶答題呢 考的是 中文字博大精深 你了解多少的自熟自根 那這個是部首題 要好好搶囉 那麼另外在公約菜的部分啊 製作單位不得了了 為大家solo了 各版本小學的這個題庫 國音數字社 歷史人文 全部通通都有 就是要告訴大家 小學生學的東西 也不簡單的 希望今天的爸媽 都可以帶獎品回家 三個小朋友囉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交給 保證 是全台灣最聰明的主持人 看他的節目 就是對你小孩最好的教育 交給鄭館長 來啊 加油啦 繃緊一點 來 請看看第一個字 爆 怎麼樣 怕了吧 怕了吧 這麼熟悉的一個字 你查過他部首沒有 沒有 沒有 第二個字 再看 怎麼樣 來 王維媛 看起來一樣重複的是 是不是羊布啊 羊布啊 對啊 還有 我們太確定了 有機會了 羊布答對沒有 彭佳筠 是土布就會太簡單了一個 土布答對沒有 土布答對沒有 不是羊喔 好啦 現在彭佳筠請就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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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佳筠同學 鄭州大學新聞系畢業 現在是民進黨 三重盧州區的市議員 是 曾經連也當過 台視和中天華視的主播 所以當主播的時間 應該有超過十年吧 對 然後現場的六個呢 爸爸媽媽也只有他 和婉妃兩個人 要是生三個人 所以各位要尊敬 眼神都要戴著禮貌的 要尊敬 所以都會為我們國家人口 已經很大的心理 所以那只剩一個 我們也不要強調誰 自己回去反省一下好不好 一樣 每一集都有吸引人 讓人上進努力的好東西 來 我們開個門看看 來 這一集 自己準備了什麼 漂亮 養生杯和筷子萬用鍋煮 兒童雙人電動車 十萬搭獎 在那邊不斷抖動 那不是靈異現象 那是運動紓壓椅 看到沒有 三萬大獎在左上方 育兒推車器座組 五萬大獎正前方 音響組 好不好 看他的彭佳雲的聲明 第三套題目 來 請用步 自己和孩子都很擅長的是 國文 國語 對不對 你的第一題從哪裡開始 我選小二男一的數學 搞不好我們那時候 四年級學了 現在二年級就要學了 不知道為什麼 難道是下孩子比較聰明嗎 我也很好奇這一點 不信你看 來 請你出題 請問在數學邏輯當中 五的六倍代表什麼意思 A 六個五相加 B 五個六相加 C 六和五相加 我的答案是 A 六個五相加 左立 好聰明喔 五的六倍 既然是五六倍就是五嘛 所以你說五個六 跑出來六就不對了 六和五相加 這就是第三個 C就刪掉了 對 A B在選對不對 所以他就整個題目 就只跟五的變化 倍數有關 對 跟六一點關係怎麼樣 當然誰 這一題 送分 你運氣不錯 接應揭曉 好 解釋螺絲 等你三點再跟你計算 好 所以看到現在建公司數學 就是希望可以給小朋友 比較正確的一些數學觀念 所以其實這個五的六倍 就是五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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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加五加五 所以才會是三十 那也是希望讓大家可以釐清 它其實跟六的五倍是不一樣 好的 非常好 好 來 第二題 小武漢林的藝術人文 請看 請問中國歷史上 國月最輝煌的是下列的哪一個朝代 A 宋朝 B 唐朝 C 漢朝 我的答案是B 唐朝 索麗 為什麼不是漢朝 漢朝 我記得它的年代 還是停留在類似使季那個年代 它還沒有到有英律出現 那宋朝是始祠 我記得英律應該是在唐朝 合理... 合理 請介紹 滿合理的 好 漂亮 漂亮 唐男的音樂呢 真的可以說是國樂級大成 因為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唐太宗的時候 終於是打通了絲綢之路 這絲綢呢 當然也讓西域的音樂呢 這些異國風情 可以加入到本來唐朝的音樂當中 那再加上呢 其實我們看到在唐明皇的時期 就有了所謂的黎原子弟 那黎原的音樂呢 也是更加貼近民間 所以呢 後來啊 還有像日本的遣唐使啊 也把唐朝的音樂呢 帶回到日本去 也讓唐朝的音樂呢 更加地發揚光大 所以現在在日本的雅樂 或者是在這敦煌石窟裡頭的古樸 其實都能夠一看到 這個唐朝美好的音樂 好 來 一萬的巷子口了 第三組 小五難一的自然好了 妳不是不算那自然嗎 理化 妳會不會太早過去了 自然 妳要不要挑個國文看一下 右上角的那個小三國文的一看 從小一和林的生活 對...小十一年 小一... 先進去啊 那個自然飛到必要不會去的 妳知道 請出題 節奏曲四季 用樂曲來描寫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變化 請問這是出自於誰的作品 A 巴哈 B 小邦 C 維瓦地 超難的 這是小一的題目 這是小一嗎 對啊 太誇張了吧 而且是生活 四季 對啊 這是音樂題 好準 我的答案是C 維瓦地 維瓦地 鎖地 鎖地 猜的 猜的 我真的是猜的 維瓦地是誰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知道妳還能猜對 那妳就太神奇了 就猜 妳有誰學音樂這邊 維瓦地 真的喔 是維瓦地喔 是維瓦地 我只知道維里安耶 也是唱歌的 也是維 音樂家 黃像凱妳知道答案是維瓦地 四季就是他 真的喔 那巴哈跟蕭邦他們擅長的是什麼 別的音樂 他樂曲嘛 別的音樂 曲風不一樣啦 請揭曉 四季的變化 是不是出自於維瓦地的作品 公主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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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呢 這個維瓦地啊 他是在於這十七世紀 非常重要的一個音樂家 同時呢 他也是這個巴洛克時期裡頭呢 意大利最偉大的一名音樂家之一 他其實跟巴哈呢 就是在同一個時期出現的 不過呢 其實維瓦地的身世 比較坎坷一點喔 所以其實在他在世的時候呢 基本上最有名的就是 四季的邪奏曲了 不過呢 其實啊 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很多的作品啊 在在世的時候都沒有發布 是一直到他死後呢 當他在巴哈的作品裡頭說 是改編自維瓦地的作品 才去發現維瓦地有很多很棒的作品 而他的四季裡頭呢 他旁邊還寫了十四行詩 就是標注出春夏秋冬 各種不一樣的景色 加油 來 第四題 那是我剛剛選的孜然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B 貝殼灰 鎖定 妳為什麼選貝殼灰 因為其實有一個那個 洗衣服的產品 就是用貝殼做的那個產品 是可以把衣服洗乾淨的 有嗎 有 媽媽在團購的時候 有買到這種東西 媽媽在團購的時候 對 是...妳是媽媽 妳覺得動物遺葬這個選項是 大概是古人那一東西用吧 來 請介紹 貝殼灰 貝殼灰它是誰 來 好 其實古人到底怎麼洗衣服的 在禮記當中就有記載 裡頭就有寫到說 那這個灰呢 其實就是草木灰 所以其實像這個有油霧的話 我們都知道在草木灰裡頭 就有碳蒜鈣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跟油霧做一個中和 之後就能夠把衣服上面的油霧給帶走 所以它的功效只有清潔 而另外在這個動物的內臟的部分 豬胰子就是豬的胰臟 他們會把它的血管去掉之後 化上了黃豆一起把它搗碎 它的用途也是清潔作用 可是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衣服 變得潔白 柔軟 乾淨的話 它就會加入貝殼灰了 因為加進去再搭配了草木灰 它會變成清氧化甲 因此它是一種搶剪 它就能夠把這個衣服 變得更加的潔白 所以古人的智慧真的是不容小覷 再一題籌越自己了 第五題 小谷康軒的社會 請主題 請問哪一組的原住民 在祭典當中 族人會穿戴華麗的屯鱗 發出規律的聲響 為歌曲伴奏 A 排彎族 B 在下族 C 悲難族 這我真的得要用猜的 我的答案是C 悲難族 鎖定 C 悲難族 有這個習慣嗎 你為什麼不猜賽下 其實我前陣子剛剛去過 九族文化村 OK 然後我也只是憑一個 大概的影響 在猜 猜測 所以真的就是猜的 答對就了不起了 來 請介紹 C 悲難族 來 正確答案就是賽下族 猜對了 相信很多朋友 講到賽下族 應該都最為熟知的 就是矮靈記了 那賽下族呢 他們其實有一種 非常特別的樂器 叫做屯鱗喔 這屯鱗呢 一般是不會輕易 讓它想動的 因為呢 在他們的傳統當中呢 如果屯鱗在一般的時間 想會招來惡靈 但是在矮靈記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穿戴起這種 特別的民俗的樂器 然後讓它發出音樂聲 通常都是在這個賽下族的 巴斯達愛祭典 這種矮靈記的時候 特別的樂器 好 要送給彭佳雲的是 創新生技醫美及保養品 就在亞太營展指定的保養品牌 埃斯德瑪 致力於皮膚美容領域 裡頭呢 有保濕森寶 包含了激滑液滴舞動膜 跟風潤面膜 是你皮膚保水的不二選擇喔 送給你 喜歡你喜歡 謝謝 那你繼續欣慈永住一下 謝謝 來 我們下一回 配合資格賽 第二位的資格賽 加油喔 目前準小醫生 跟已經是小醫生的家長的 對決目前 他們那邊是1比0喔 各位 現在是有得1分啦 準小醫生不要被看不起喔 來喔 第一個步驟請看 這個是什麼步驟 這個是什麼步驟 有意思吧 1 壓線 與其被別人這樣子先按鈴 還不如我先按猜一個 你猜 我猜 大 大步 對 哪來的靈感 不然你覺得是哪一個步驟 我不知道 好 那我先猜大 好 大答對沒有 你下去吧 你 你這個阿美族 再來看第二個字 大 來 來 吳大偉 舊詞的 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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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舊的舊 答對沒有 很棒 很棒 還大步耶 目前2比0 來 吳大偉請就位 漂亮 吳大偉同學 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研究所畢業 是 所以現在是台灣民眾黨立委 高宏安國會辦公室主任 是 四分鐘 四分鐘 準備看看你的題目囉 好 來 請公布 弟弟 我選擇 小事難依自然 好 先從簡單的開始 請 處理 請問秋水馬桶的底部 會保留一點水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A 避免糞便沾黏 B 防止水管陰化 C 隔絕臭味 我的答案是 C 隔絕臭味 隔絕臭味 所以不是A那個答案 這個 我記得以前都有學過 對 就是 學過怎麼樣用水隔絕臭味 因為它的就是S管嘛 然後水會放在裡面 然後底下那個化分子的味道 或者是生物可能比較不會上來 隔絕臭味 來 請介紹 好 其實它在我們的馬桶喔 多半的馬桶呢 它都會做一個U型管 因為這個地方 它可以流存一些水在裡頭 它也是所謂的水風 因為水存在這個部位的話 裡頭的這個臭氣 就不會從馬桶裡頭再衝出來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怎麼家裡的馬桶 總是會臭臭的 其實有可能 就是因為你的馬桶 它裡頭 並沒有這個U型管 直接換一下 只要兩三百塊錢 就很划算了 那另外也有可能 是這個水管 跟你的馬桶連接孔 產生了一些縫隙 這個時候也要把它填補起來 或者是它這個臭氣 會抽到管道間 管道間跟你的廁所之間 也有一些縫隙出現了 可以做一些修繕工程 就可以讓你的浴室 不會那麼臭囉 來 選擇第二 我覺得選體育好了 小二男一健康體育 體育請出題 每日飲食指南 每人每天應攝取幾份的 蔬菜類食物 A 三到五份 B 四到六份 C 五到七份 每天攝取多少的蔬菜類食物 我的答案是 A 三到五份 所以 會少了一點 因為我印象 因為最近那個小孩子 在入學之前 他會 就是會有一個健康檢查 學校會給健康檢查 然後會有一個建議說 你的小朋友要 就是會有一些宣導 一份不就是一個拳頭的大小 對啊 就是大概 怎麼會只有三 三份差不多 就是 一天耶 三餐 各位父母親 他答對沒有 各位父母親 我會選B啦 先告訴我 有沒有人支持他 有人支持 沒有 Nobody 選擇四到六份的舉手 起碼有兩個 五到七份的舉手 王委員不舉的原因是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不喜歡吃蔬菜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他老婆 你才幫他講話 他不喜歡吃蔬菜 我也覺得四到六比較像 他們吃很多耶 你這個掛掉我真的可惜了 五到七稍多 我覺得五到七稍多 雖然你們都喜歡 希望還是多吃一點蔬菜 因為我們老公食量比較大 你的老公 你那個 那是劉更宏的食量 我們不要回到正常人的思考 劉更宏跟我多囂張啊 他是坐在那個都外代謝 哇 吵到他的脂肪 哇 沒辦法 熱量 肌肉要代謝 他坐在那邊就餓了 一餐要吃兩個便當 沒有再客氣的 說了我多羨慕他 囂張 準備揭曉 看誰對 對 竟然三個選 都有人選耶 怪了 對 太少了吧 這個是衛生署的 每日健康指南 要告訴大家 其實六大類的食物 天天都要吃到 所以呢 既然要吃六大類 當然就不能夠過量了 所以啊 像是在蔬菜類的部分 我們每天吃三到五份 另外呢 蛋豆魚肉類 每天是吃三到八份 而水果呢 是二到四份 記得不要太高糖量的水果 還有呢 要來吃這個群骨跟筋類啊 油脂類啊 以及呢 這個低脂的乳品 那麼在油脂類的部分呢 也可以吃一點堅果 來做替代 恭喜你喔 立牌綜藝 這種立牌綜藝答對 特別有成就感 第三題 加油 小四康軒的數學 請出題 晨晨比姐姐小兩歲 比妹妹大五歲 三人的年齡和是四十五歲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A 晨晨的姐姐二十歲 B 晨晨十八歲 B 晨晨十八歲 B 晨晨的妹妹十一歲 晨晨的姐姐二十歲 兩分四十八秒 四十五秒 晨晨的妹妹十一歲 所以十一 晨晨是十七 十九 十一 十七 十九 兩分三十五秒 你這個有提供直筆嗎 不會 你要稍微算一下 就知道了啦 是不是 稍微算一下就知道了 我 我確認一下答案驗算一下 要驗算 兩分二十秒不到啦 沒關係 我覺得時間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對 現在 現在要算對 是答錯很留言 對 答錯是 好好地算出來 好好地算出來 我的答案是C 請鎖定 你算得有點慢 會緊張 先從她確定的答案 陳辰十八歲來看 對 就直接從她來 為什麼 因為陳辰十八歲 題目是陳辰比姐姐小兩歲 所以陳辰的姐姐是二十歲 這兩個等於是同一個選項 我就想要把正確的把她說 你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了 她等於是同一個選項 陳辰十八歲 題目 陳辰比姐姐小兩歲 所以陳辰是...姐姐是二十歲 這個人就已經告訴你她是陷阱了 對啊 算去吧 我們比較直接想要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起 接小 對啊 恭喜 恭喜 這花了一分鐘耶 想要把它算對 好 其實最正規的解法 就是把陳辰的年紀 設成位置數X 那其實她的姐姐比她大兩歲 是X加二 那她的妹妹比她小五歲 是X減五 所以我們就把這三個年齡的加起來 所以呢 在這個加起來的部分是四十五歲 因此呢 我們姐X 就是X等於十六 陳辰十六歲 所以她的姐姐是十八歲 她的妹妹呢 就是十六減五 十一歲 恭喜這位 四位喜平 很好喔 今天出來的人都沒有工作回家 妳要再打兩題 妳就超越她了 對喔 她很等得被超越 努力 我選擇小六漢林的國語 小六漢林的國語 謝謝主題 我們會說 夏天濕氣重 讓人很 請問哪一個是正確的 國字寫法 A B C 三個不同的國字 一分三十五秒 什麼 遇照 我的答案是B B 請鎖定 我覺得B是陷阱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妳家演說 妳家說 天氣很澳熱 沒有 聽說那不念字 不念澳 所以我在想第一個字 是不是那個字 應該念玉 我在想 那燥呢 氣候很乾燥 乾燥跟暴燥不一樣 所以天氣的話 可能會跟火有關 而這個竹字的這個燥 很像 印象中是暴燥 對啊 可是我覺得濕氣重 會讓人家心情很 這樣子 對 所以我選擇逐步的燥 對啊 A B在選的 希望妳是對的 來 聽清楚 正確答案呢 就是A的這個玉燥 那要告訴大家 這個玉這個字 一個火再一個澳 那它其實呢 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成語 叫做 而這個玉呢 代表就是非常熱的意思 那其實呢 這個燥這個字 代表的就是很乾燥 很缺少水分 帶一個禮物給他 來 好 我們要送給吳達偉 Z9神龍的是 LOVE YOU 熱眠枕頭組 以身形調整高度的智慧枕 獨家良感激一眠 夏涼東恆溫 任何波具的設計 兼具支撐舒適 一枕搞定所有睡眠姿勢 是你之家好眠的神助手喔 漂亮 謝謝 來 今天下一回合這個在 兩人加起來也不過達不到八題 所以你們今天機會還很大 可是在這裡答對也 出去也不見得 留很久啊 也是 先出去我們先爭取 對 先爭取出現的情況 你們那個準小醫生的爸爸媽媽 沒有一個出來的 出來的都是已經上小學的爸爸 父母金了 所以你們可以休息了 你可以休息了 你們已經達到那個 王衛原來不會放棄的 他一定 你看 他笑面虎一個 他一定會想 下一個他就要出來 真的 我不然覺得 怎麼今天題目這麼難啊 我在後面沒有一題會的耶 真的喔 真的啊 除了數學以外 現在都不會 所以表示孩子 我們要跟孩子一起成長啊 對不對 來喔 準備 資格賽布首題 第一個字 黃湘涵 你真棒耶 黃湘涵 來 你的答案是 欸 很容易啊 怎麼會這個時候發出這個聲音 等一下 黃湘涵 阿玉 哪個 不... 等一下 引擎已經掉下來是不是 等一下... 哪一個河 河到河的河 河到河的河 河到對面 漂亮 河 好可愛喔 你簡易就完蛋了 漂亮... 我剛剛挺得了 是另外一個字 黃湘涵不錯喔 來 請就位 黃湘涵同學 世青大學公關暨廣告研究所畢業 今天看來門檻就在試題了 希望能夠創造歷史 來 請公布他的題目 閩南語是你不擅長的 你就別往那走啦 好不好 能不要去盡量不要去 不要去 國音素自然社會 都是你比較強的 第一題我選 小三康軒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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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康軒的社會 來 請出題 一起來 對 我的答案是 A 種植煙草 我們都覺得花卉 水果 妳就選一個另類的 可是因為那兩種 都會有芬芳的味道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出外景 那個分圓 婚 婚 台語的婚 婚喔 婚圓 婚圓 婚圓是粉圓 婚圓 請介紹 來喔 婚圓 好 彰化芬圓這個地方 之所以叫芬圓 其實出自於在清朝光緒年間 當時打了中法戰爭 所以所有的港口都被封閉了 因此鴉片就沒有辦法 把它出口到台灣來 所以他們乾脆就嘗試 在彰化芬圓這個地方 來種鴉片 也就是茵素 那後來因為種不太起來 所以也有種了一些菸草 所以這個地方才叫做婚 芬圓 但現在其實多半種 只是水果啦 像是荔枝 鳳梨 龍眼 都種得滿多的 來 我們選個第二題 第二題我選小四 康萱健康體育 請這裡 日本NHK地震速報音樂是 令人呈現緊張卻不會不安的 請問最初是決定使用誰的音源呢 A 鹹膽超人 B 無敵鐵金剛 C 哥斯拉 我的答案是 C 哥斯拉 請說你 鹹膽超人 是不是對他們來講 是不是歷史比較久遠 可是你看到地震速報音樂 說地震了 地震了 那你聽到 超人跟鐵金剛 你是不是會覺得 很安全的感覺 但是哥斯拉 感覺怪是要來了 趕快躲起來 躲起來 躲起來 你是猜的嘛對不對 對啊 三區板 因為前面兩個感覺很正向 請介紹 Rogia 漂亮 好 NHK地震速報 其實就像是我們的國家警報一樣 常常有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手機就會 咛咛咛作響嘛 那大家都會被嚇一跳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在最初的 一開始要選擇這個音源的時候 就想說要選一個呢 讓大家聽了以後呢 非常耳熟能詳都知道 然後又會覺得 有一點緊張感的聲音 所以就選用了哥斯拉的音樂 但是這是最初的想法 因為呢 後來他們真的在使用了一陣子以後呢 就覺得說這個聲音呢 的確是會 還是會讓大家覺得 有點恐懼喔 就已經在慌亂的情況之下呢 還是不要增加恐懼 所以就沒有再使用了 可以提醒緊張 但不需要有災難感 對 否則天天就覺得完了 世界末日了 對不對 對 有道理 來 我們一問在巷子口啦 小函姐 第三題我選 康萱自然 小四 妳是怎麼樣 如果不往小六那邊去嘛 不要 不要 人不去盡量不要去 對不對 小四自然 起死你 蝴蝶是屬於完全變態的昆蟲 請問當毛毛蟲變成蛹的時候 牠們是在裡面做什麼呢 A 把自己溶解成隻 B 運動讓自己變瘦 C 什麼都不會做 我的答案是 好 A A 給說定 把自己溶解 把自己溶解 妳們說得稍微清楚一點 因為牠要完全變態嘛 牠要從毛毛蟲變成一個 不一樣的東西嘛 所以牠一定要做一些 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那如果牠只是讓自己變瘦 牠只是從變小隻而已 那如果什麼都不做 牠就是原來的樣子 那牠要怎麼樣 變成一個不一樣的樣子呢 可能會做一些我們 無法預期很神祕的事情 那就把自己溶解成隻 你知道妳說了什麼嗎 等一下 這個是 我想要 我好奇的是 這個是解釋 還是這是所謂的猜測 我猜的 是猜測 我猜的 OK 可是牠如果什麼都不做 怎麼會變成一個 跟原來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狀態必須改變 對啊 請介紹 好噁心喔 一點都不快樂 好可怕喔 我們都說呢 破繭成蝶 它其實是一段 挺辛苦的過程 因為你可以看到啊 毛毛蟲牠長得胖胖的嘛 而且牠吃的東西是葉子 但是當牠變成蝴蝶之後呢 瘦瘦的 而且吃的是花蜜 感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樣貌 其實呢 在毛毛蟲牠們呢 在這個湧或是繭裡頭的時候呢 牠們其實啊 是把自己完全溶解 變成一鍋 像是毛毛蟲 湯的這種汁液的東西 那裡頭呢就有器官芽 或是所謂的成蟲盤 這樣會在裡面呢 重新再做一個構造的結合 才會變成我們看到的 蝴蝶的形態 所以牠是完全變態的生物 好 得到一萬元的 數位心比 很棒 再兩題 那就小二剛剛就是 妳就是不上去 所以現在妳就是小二 閩南語了對不對 妳說那不要去啊 等一下我就會上樓 如果我還有機會 我就會上樓 等一下就上樓 請主題 請問根據消防署公告的 地震保命三步驟 按順序是哪三個呢 A 趴下 掩護 穩住 B 蹲下 抱頭 找掩護 C 蹲下 掩護 抱頭 答案是A 趴下 掩護 穩住 所以 穩住怎麼樣 因為我小孩學校有那個 地震的防災演習 他每天都回家跟我說 媽媽 我跟你說要趴下 掩護 穩定 他是講穩定 他沒有講抱頭 為什麼要穩定 你以為一個晃動 然後趕滾了是不是 好像是要穩定那個掩護物 比如說我躲在冰箱旁邊 我不能跟他有距離 否則冰箱下來可能會砸到我 對 所以我在頂著冰箱 然後讓它變成我一個 變成我一個保護殼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類似 我是這樣理解 因為他都一直跟我背 媽媽 趴下來 掩護 穩定 趴下來 掩護 穩定 對啦 BC都會有蹲下 對耶 BC的第一個動作都是蹲下 對耶 那就A 是不是A 請介紹 好 特別是在台灣 這麼長喔 地妞翻身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實在地震的發生 一當下的時候 馬上要趴下 那趴下呢 不是只有趴下這個動作 還包括了你要抱頭 去保護自己的頭部 再來是找掩護物 比如說呢 像是躲在桌子的附近 那這個時候呢 通常啊 地震的時候啊 就比較擔心會天花板崩塌 那如果崩塌的時候呢 就天搖地動呢 可能你的掩護物 它也會晃動 這個時候可能就沒有辦法 做到支撐 所以第三個動作 穩住 就是你如果已經蹲 蹲在桌子底下的話 就是要去穩住那個桌角 讓那個桌子不要跟著晃動 你才會安全 聽聽 好 我要上樓囉 上樓 小心喔 它沒什麼意外 應該會寫藝術人文 或者是國文對不對 對 我先選國文 小樓 難依國文 來 請 主題 關鍵線定 我的答案是C C啊 主題 應該就是BC在猜吧 對啊 對不對 不過它後面那個孤舟 近日恆是滿有意境 所以一艘船 然後它慢慢的只有孤獨的 看著這個日 日頭慢慢的落下 就感覺有一種 孤疾的心 沒有犯的感覺 跟日頭落下沒有關係 近日是整天的意思 一整天 整天就恆在那邊 那隨波逐流的 自己挑自己的 那更可憐了 自不自的 沒有知心 所以就是 刑膽引之的樣子 對 野水無人渡 估計 沒有渡河的客人有可能 對 因為如果他是 船夫的話 他是沒有生意 沒有渡河的客人 也是會這樣 一整天就這樣過去 好 沒有一起賞河的知心 是這麼樣演繹的嗎 來 接引接腳 這個太理所當然的答案 正確答案是 沒有渡河的客人 好 我們剛剛說到的 這兩句詩 它其實就是出自於 北宋 宋真宗年間的 這個宰相 寇準他所寫的 那其實它是改編字為 陰物的一首詩 叫做 那裡頭呢 在寇準的詩裡頭 講到了野水 它的野水呢 其實就代表在 荒郊野嶺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很偏僻 當然就沒有人敢渡河 也沒有人想在這邊渡河 所以這些傳家們 也因為沒有客人存在 所以他們就乾脆讓小舟呢 隨意的讓他在湖面上飄盪著 送個禮物給你 來 說什麼 好 我們要送給王湘涵 那是 來 下一回合這個在 今天是小醫生和準小醫生的 父母親的對決 爸媽小學湯 目前小醫生的父母親的對決 2比1 準備 這個在布首題 看第一個字 真 妳在講什麼 沒有想說大對不對 他如果真的是大怎麼辦 郭婉菲 你先回答大 不著急 你要犧牲我嗎 還有第二個字 你們在那邊 遇放相真 等一下我隔壁那個就搶了 他要是猜大我就殺人 第二個字在看 中 又搶了 來 答案是 你幹嘛那麼著急啊 人步 當然啦 出現中這個字 我猜大也是很白癡 你跟我想的一樣 沒有 真可以猜大 對不對 對 但是中猜大就很奇怪 比較像人 比較像人吧 對 主持人你繼續好好主持好不好 看到中這個字 我還猜大我是白癡嗎 有什麼故啊 大是不是 就沒有 人啊 人 我本來想猜蟲 但是算了 人啊 人 到對面 人倒是大吧 會不會更往那個地方去 太可怕了 來 中集第三個字 請看 像 是誰 王位元 我已經知道了 對 眼睛的那個 等一下 對 你是不是你按的啊 不是你按的你 你還對 你為什麼不按呢 我按了... 還不急啊 木 眼睛的那個木 沒有啦 這一把不算啦 再玩一次啦 是木藥粉的木 是不是 那個 木 大家對面要 眼睛的木 恭喜王位元 來 請就位 王位元同學 台北商業大學 財經學院的 博士頒畢業 現在是 國民黨三重 爐中區的議員 你做過防仲也 做過里長 你太神奇了 你深入基層了 對... 對啊 亂接地氣 對啊 亂接地氣 沒辦法啊 因為長相沒有吳達委帥 謝謝 真的長滿好 但是現在不要在別人身上 放下重點 你要不要回到自己身上來 三分鐘 拜託 至少三題 好不好 好... 來 請公布他的題目 小五 小四 小六 你沒有小一小二的題目 高年級了 中高年級 我忽然覺得 我今天是來看電視節目 不是來上電視節目 為什麼這樣講 就覺得好難啊 都不會啊 你比這兩個好多 你起碼站出來啦 Focus在參賽者 好不好 他們等一下怎麼辦 你要小心喔 你擅長的是數學 要不要從數學開始 因為剛剛 前幾位的題目 我也做數學會啊 你也只會數學 但是小五會不會很難啊 你講的話見外啦 好啦 就小五數學啦 從大開始 小五數學請出題 A 看我幹嘛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三下六秒表示 一下兩秒 敲十下二十秒 這小五耶 小五的數學真的這麼簡單嗎 這是小一小二 也是小二的數學嗎 你覺得這不是陷阱嗎 被你講我好緊張耶 這如果這個叫做小五數學 那我真的成小五歲太簡單了 不是 如果連這種題目我都錯 那我回家怎麼面對我兒子 拜託 那我對一下好不好 我看有沒有什麼學問啊 各位 各位現在的父母親 三下是六秒 十下是幾秒 我剛剛想說 是腦筋急轉彎嗎 有沒有什麼是那種陷阱 就好像沒有嗎 三下六秒 所以一下是兩秒 那十下這二十秒 會不會太簡單啊 怎麼跟吳達偉 剛剛那裡差這麼多 沒有 我覺得它是 它是考間隔 所以三下有兩個間隔 然後呢 所以十下有幾個間隔 十下 十下有 三下是兩個間隔 對 三下兩個間隔 那十下 十下有九個間隔 所以 可是兩個間隔 都是兩秒啊 打一下兩秒鐘 再停一下兩秒鐘 再停一下 我覺得 那自己就掛掉 就更尷尬了 應該怎麼會那麼簡單 來 請揭角 有見隔 搞不好說 你怎麼回去看你的小孩 這個 你幹嘛回去看你的小孩啊 沒關係 會不會是 本來就不是 算了... 那個 以後不能再要求 小孩子那個功課了 算了... 真的... 真的... 我們都會叫小朋友 用動練習 有其部並有棋子 老爸這麼弱 我只算了 救命 真的 如果因為上一個節目而找到了 跟孩子重新相處的方式 值得 這也是一個收穫 對不對 成績不重要啦 會交朋友就好 他的孩子從今天起得到了一個 非常好的空間 free 爸爸不再逼迫他學習 算了... 對 受打擊太強了 所以我家跟小孩說 你兒子這樣王什麼 王進任跟王豪玉 王進任 王豪玉 恭喜 大解放 敲三下是六秒 敲十下是幾秒 好...來吧 那就知道答案了 來... 好 正確答案是二十七秒 不要再說小朋友初心囉 因為敲三下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下到第三下之間 其實他只有兩個間隔 所以在算的時候 這個六秒是除以二 所以一個間隔是三秒 那麼如果你要敲十下的話 當中就會有九個間隔 所以就是用九去乘以三十二十七秒 因為他會直接從第一下開始算 第三下結束了 你剛剛怎麼不答這一題 你長得比我帥 然後數學又比我好 你到底要怎麼樣 算了... 不要蠻可愛 你先冷靜 我想吃便當了啦 剛剛... 剛剛誠誠跟他的姐姐妹妹 他也想了一分鐘 但那個至少我也會啊 那個至少我也會 這個就算了... 好 這是健哥的問題 誠哥可以發便當了嗎 有 你吃兩個 好了 麻煩進重期吃吧 很好 除了王威延出來 每一位爸爸都... 每一位爸爸媽媽都帶了應該 可能是你最需要的禮物啦 保養青春永住的 空氣品質新鮮 家裡健康對不對 是 然後睡他一個清爽沒煩惱 多熱 多好對不對 對 他很往心裡去耶 對不對 還有一條去 王威延相信我 你今天回去 就練習找一個角落 練習敲鐘 就會 你就懂 為什麼三下是六毛 對不對 所以我過一下 你兩下 好不好 好 記得解釋不可能在第三馬 解釋不可能在第三馬 還太痛 對 還好 因為他對自己已經鬆了 這有點感覺 鼻子很扁了 再打就更扁了 不會不會 你的五官很漂亮 好緊張喔 打扁算什麼 我再把他打殺 對 他對我更好嗎 只要天天準時去上學 你就能夠享受下課的美好 這個說法是不是很樂觀呢 當爸媽都這麼樂觀的思考 小孩子他也會正向而快樂 別忘了 昨天到最後晚上九點鐘 陪你一起開心學習的 非常優質的好節目 就是 全民星空略 再見 拜拜 全民星空略 全民星空略 趕快來訂閱喔